今天來到張寧堅中學 參加一個卓師工作室 我們早點來到就可以參加木工班 梁老師教我們怎樣做信 一齊看看 師傅 我報道 現場報道 現場報道 你開Live 還是要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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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是 喂 下一步還要 好了 我們先過來 我們先進階下一步 進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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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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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看 看一看 這裡 那女傅 你可以 這個位置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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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線盔 這個 滑線盔 這個 滑線盔 滑線盔 不要拿錯兩款 用完再減過去 因為我們有數量有限 滑線盔 全都木工 是用來幫我們做滑線的 你看到這個 這個位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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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移一下 這裡 15mm 我們需要 畫 兩條 15mm 左邊 右邊 兩邊都是 其實四面 如果你留意 四面 底 兩條線 頂 有兩條線 四邊都畫出去 這把就是普通的 我這把 摩托斯基 一次過兩 這針 更好 兩條 兩條 啊 啊 可以一次過畫兩條 OK 嗯 大家消息一下木紋 垂直 就在這裡 打下去 可以嗎 嗯 一樣 這樣做 接著我再向前多一級 都是垂直 搖 接著又向前 搖 一層層走出來 那個技巧就是垂直 向前搖 可以嗎 嗯 哦 剛才不是有這個 出過嗎 不是 好似的 六斤的 六斤的 還複雜 是啊 那你這個姿勢呢 就變成台九十六斤 所以你呢 要不就轉一轉個角度 要不呢 你的位置就要到你這邊 是啦 這樣就會好些 我看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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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了 哈哈哈 沒有了 沒有了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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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師傅出手 師傅出手幫你磨了 啊 八字型 啊 正確示範 八字型 左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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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嘗 喘 可以 完成了 那湯 手勢呢 就是溫柔一些 但要用那些陰力 杠幹原理 左右搖 嗯 削他出來 看到被刷嗎 看到 喔 將這些木呢 披走出去 那來把它削 這個做法呢 就橫頭也可以的 就是這個位置 都可以 都可以 都是按住它平面左右搖 一层一层 你用左 如果左鈍了不可以的話就要磨 你不可以 迫著把桌上 有很多老師都看到迫著把桌在那裡 撩到碎屎 因為有時候你心急的話 就會更多的動作就是這樣 明白嗎? 插到 好 木工卡洛斯小時候讀書的時候做了很多 所以我今天帶同事來跟兩次學習 我相信他今天都會學到很多東西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喜鳳的視頻 請你關注點讚和轉發 拜拜